音樂 這張專輯本身就是一個鼓的一個設計 所以他不但可以聽 他也可以打 我是入围这次第三十届 最佳跨界音乐专辑 我叫郑安良 我个人从事世界打击乐 这张专辑名称叫做传承世界打击乐 对我来说传承的意义莫过于是一位音乐家 受到上一代的音乐家 把他的智慧传给你 再从你的方式再做下一个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张专辑最大的特色是 从开始制作到最后成品的设计 都是由台湾人所做 我其实想要借由这张专辑去表达我的一个共鸣 是所谓的音乐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台湾人也可以演奏其他国家的音乐 它是完全超过文化 甚至可以借由音乐去跟全世界各地的人 去做交流的一个宝贵艺术产物 明镜裡最来自知名的